歡迎來到全面進場 9月8日星期日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一下香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農業部和國土安全部 向美國國民和商界發出了風險建議 警告他們在香港營商和旅遊都會面對人身安全和法律風險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批評 相關的警示是意圖透過香港打壓中國的發展 並且指出香港國安法實施至今從未無故拘捕商人 說到之前 首先要呼籲告一句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次美國五個部門聯合發出的警示 真的要看一看 實情 這個警示 最初在2021年的時候 已經發出了 這次這項的更新 是由9頁 增加到16頁 即是增加了很多警示 為什麼這麼多警示呢? 因為又通過了23條 所以多了些事情 以及 上次21年的時候 俄烏戰爭未曾爆發 現在這次的警示 明確指出了 香港自從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是成為俄羅斯迴避西方制裁的地點 這件事很嚴重 恐慌有首尾要跟 因為財政部已經派過人員到香港 找銀行 不知是照費 還是討論 還是支揮他們 麻煩你拿緊一點 不要有些涉和的業務 你參與在內 現在又被人警示多一次 所以是很嚴重的 特區政府也很快走出來 做反駁隊 我們先看看 究竟這項的營商警示 是說了什麼 這份營商指示提到 香港國安法 為企業和個人帶來了額外的風險 內地和特區政府 透過法例的域外效力 打壓公民社會 言論自由和和平集會 他只是裏頭提到很多東西 美國國務院認為 在香港營商會有什麼風險 以及原因是什麼呢 其中一項 因為香港國安法被捕的原因 包括出版報章 參與民主過程 表達對特區政府 或中國共產黨意見 以及參加公開集會等等 認為這是風險 另外 如果認定了 從事的日常活動 是威脅到國家安全 內地和特區 或者會利用 廣泛定義的罪行起訴 包括遊說政府 影響政策決定 這些都是風險 又或者利用 特區政府的數據 做市場分析或研究 你也要小心一點 或者是從事進職調查 或者會計業務 在大陸尤其是高風險 不知道會不會是 怕著涉及到國家機密的東西 因為現在大陸很多數據都蓋牌 或者是在媒體 非政府組織 或者智庫 發表分析 或者評論 被美方列舉為風險 發表評論 如果你發表親共言論 我想就沒有什麼風險 反美言論也沒有什麼風險 你發表反共言論 那就麻煩了 或者是發表一些對於經濟前景 悲觀的言論 這樣就比較窄 可能做到什麼風險 若然是懷疑發生 或者是可能發生 和起底相關的罪行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在沒有搜查令下 就可以扣查被搜查場所的電子設備 電腦、手機、平板等 扣查 還有什麼風險 在香港營運的公司 就需要面對私隱相關的風險 包括在沒有搜查令下 被電子監控 和要求提供的數據 而且在國安法和國安條例下 有關的批准是由行政長官發出的 而不是法庭 警方獲得庫權 要求信息發布者 和平台服務供應商等 移除內容 關閉網站 或者是封鎖帳戶 這些就是和科技企業有關 特區政府根據國安法拘捕外籍人士 被逮捕者 可能會被沒收旅行證件和禁止 而警方向居於海外人員發出 圓紅通編通編令 包括一名美國公民 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說 這份營商指示也有提到 一般機構 一般機構對政府的政策或當地客戶 進行盡職調查 分析當地或中國內地的經濟狀況 或是分析企業 和當地 以及國際政府的官員 記者或非政府組織保持聯繫 以及在香港內部和跨境 進行數據管理、保護和傳輸 這些正常的商業行為 都有機會觸犯法例 看看你和哪些人聯繫 和外國官員聯繫 小心點 被人說你勾結外國勢力 以往只限於中國內地的風險因素 現在都會在香港發生 並且可能會影響到香港的商業 貿易 以及看來日常的個人商業活動 這就是美國國務院的營商指示 指示也提到 香港的資訊自由日漸萎縮 國際新聞媒體 減少了在香港的工作人員 包括自由亞洲電台關閉在香港的辦事處 外媒賣少見少 有一個地方 如果有新聞自由 就理應很多外媒 百花齊放 現在有很多 不是炒友 有些是關閉辦事處 有些是把總部簽了東京 簽了新加坡 也有 這個 這個營商指示也說 即使是經濟和商業分析師 市場研究人員 信用評級分析師 以及僱用他們的公司 尤其是對香港或中國內地當局 進行盡職調查的公司 以及在日常運作 和外國政府官員 部門和機構進行諮詢的公司 還有外國媒體 研究和學術機構 智庫組織 外國銀行和金融機構 都有機會觸犯間諜罪行 而且可以被判最高10年的監禁 你小心一點 如果接觸到敏感資訊的話 這也是營商指示提出的東西 而且有一件事是很嚴重的 他現在說這些是跟國安法 或者23條的相關 他這個營商指示 就是給美國企業 或者是個人 告訴他們 你繼續在香港做生意 就有這些風險了 但他不是強制性的 他告訴你 你繼續做下去 有風險了 那就可能會令到一些新的資金 有機會卻步 即是不來香港 又或者現在還在香港做生意 他看到一份這樣的指引 他會不會縮 我們看看孔高峰教授怎樣說 他就說 美國國務院更新對香港的營商警告 其實就是大舉將警告升級 等於跟商界說 你去香港做生意很危險 你去就要小心一點 你去到出事都沒有警告過你了 2021年 美國國務院是第一次發出 跟香港相關的營商警告 看回之後的資金流向 就知道這個警告不是流的了 是有很大的影響 你去到警告的地方投資 那些錢 保險公司也可能不受保 以上是孔高峰教授所說的 你看到的資金流向就知道這一份的警示不是流的了 事實上大家都應該會感受到 自從2021年以後 究竟流入香港的資金是多些還是流走的多呢 大家心裡有數 這就關乎到美國企業來不來香港投資 或者還在香港正在做生意的美國企業 他繼續不繼續做下去 但是接下來到這一點 就關乎到俄羅斯利用香港作為一個避風港 利用香港來回避西方的制裁 這一點就很嚴重 他之前提到的都是說 你去到香港營商有風險 這就牽涉到究竟那些做生意的人 算不算做 或者他會不會來香港做生意 但是這一點關乎到俄羅斯的 就很麻煩的 這個營商指示怎麼說呢 他就說中國和香港 已經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轉運點 是將軍民兩用的物品 從新出口到俄羅斯 以支持俄羅斯的軍事工業基礎 以及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持續侵略 其實這些指控是很嚴重的 就點名說你香港就成為了這隻白手套了 在過去兩三年 其實也有很多香港公司被美國制裁 就是涉及到俄羅斯的業務 就是拿來規避西方的制裁 他制裁的公司有很多都是空殼的 他制裁了他就開另一間 那些是小事 但是會不會進而影響到香港的整體呢 最擔心的就是聯繫匯率而已 究竟他會不會出動到金融核彈 這件事就牽涉到七百萬香港市民 你說他勸的企業在香港做不做生意 因為那些就算少了新資金 或者怎樣 那個痛感不會很即時的 就像溫水煮蛙一樣 因為他需要時間來烹調 遲早也會感受到 但是不會即時的 但是現在這些 他不斷點名說你有份挺我的 他有些什麼大棒一揮的時候 痛感是會即時的 作為市民有些什麼分散風險的做法 我認為一定是先暢定多一點的美元 這是我認為是要做的 我也在節目中說過很多次 再說一次也不怕 你說我長氣也好 沉氣也好 因為你不知道他到底下一步會做什麼 他已經不止第一次點名這些 美國佬 就說你是有份的 軍民兩用的物品 重新出口到俄羅斯 他說完一次兩次三次 他究竟會做什麼呢 現在當然未有跡象 會做一些很激進的反制措施 但是到做的時候 你就不會動得遲 很多事情 總之大家自求多福 那份營商指示也說 香港可能會成為支持 中國內地化學和製藥公司的人士的金融樞紐 而這些公司是涉及到非法毒品的擴散 包括分泰尼 即是說你又有份涉及到分泰尼的業務 即不是直接參與這些業務 而是幫製藥公司做一些金融上的服務 故此這份營商指示向商界提出警告 受美國管轄的美國公民和其他與香港有關聯的個人和機構 應該要了解與香港個人和實體相關的其他惡意行為的制裁風險 包括支持俄羅斯國防工業偷運分泰尼和協助恐怖組織偷運貨物等等 這些指控越來越嚴重 比起上一次又是嚴重了很多 上一次的指引沒有支持俄羅斯軍工業 這次又放進去 這個營商指引 最後向美國金融機構提出中共 要不時留意更多美國官方的資訊 參考財政部金融犯罪執法網發布的新聞稿 發規、公告和指引 了解在銀行保密法下的義務 若然沒有遵守義務 金融機構可能要面臨民事執法 以及潛在的刑事處罰 金融機構 所以現在牽涉到這些事情 大家要自行 醒目 我們看看特區政府有什麼說 特區政府的反駁隊出動得很快 這次差不多第二天已經走出來反駁了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批評 相關的警示是意圖透過香港打壓中國的發展 並且指出香港國安法實施至今 從來都沒有無故拘捕商人 拉德那些都是有原因的 我又不是很明白他說 美國現在是透過香港打壓中國發展 他現在直接打壓香港一份 因為他認為香港做了一些事情 是不妥當的 就不是透過香港打壓中國發展 我不是很理解他說什麼 陳國基說 美國政府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想透過香港打壓我們國家的發展 這是很明顯的 他說 他們帶有恐嚇的成份 希望嚇走所有來香港投資的商人 他不認為這個計謀是會得逞的 即是說 你沒有了道的 沒有用的 我又是不太明白 由林鄭月娥開始說的痴之以鼻 我也是不明白 如果你真的這麼不屑 即是認為他是發呆瘋 沒有人聽他說的 瘋狗亂那麼廢 那你不用反駁他 你在街上看到有個傻人 不斷罵你 你會不會再罵他 你見到有隻狗廢你 你不會再廢他 不會 林鄭月娥的時期就黏之以鼻 陳國基司長就說 他不認為這些計謀會得逞 那你不用理他 你就當他發呆瘋 哈哈哈哈 這個外交部駐港公署 就說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美國發佈所謂更新版的香港商業警告 是大肆沒得黑香港的法律 唱衰香港的營商環境 就予以嚴厲譴責 那這些都很八股文 由董建華年代開始已經說人唱衰香港了 針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認為 美方修訂營商指示是政治姿態 但不是無的放始 香港被指成為俄羅斯軍民兩用科技的轉口港 特區政府沒有積極回應 給美方多一個理由加強控制美國人在香港的活動 而在美國大選以後 國會將會討論大量涉及到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議案 即使某些美國企業說好香港故事和中國故事 也不能忽略他們在香港的商業活動 比美方針對的可能 特區政府事實上 對於這些涉鵝的事情 是沒有大規模的反駁的 不太聽到 到底是否沒有涉及到 還是有涉及到 那些軍民兩用的物品 最終是否輸了俄羅斯那邊 還是怎樣 你都沒有說 就說人家靠客 唱衰你 那這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 有沒有幫忙這些涉鵝的業務 好了 我們看看香港美國商會怎麼說 香港美國商會就住施政報告提交意見書 提到 隨著23條立法通過 特區政府應該淡化國安的言辭 是時候移開焦點 不要再側重在國安 美商會也對牛彈琴 以前 即是三年前 他們是這樣跟林鄭說 你這樣的隔離措施太過嚴格 隔21天不行 不要再搞下去了 都不聽了 即是關乎公共衛生 都無關政治的 都不聽 這些涉及到政治的事情 那些國安的事情 怎麼會理會你呢 對吧 美商會又建議 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出訪歐美 重建投資者的信心 美商會今年年初公佈 會員商業前景調查報告 一成一受訪會員表示 香港歡迎外國企業的程度 較去年減退了 原因就是 包括香港過分地強調地緣政治 和國安法 而增加了法律的風險 即是說 究竟他們是被美國嚇怕了 還是被過度地說國安的事情而嚇怕了呢 美國就發出營商指示 美商會又說 叫特區政府多點外訪 財政司司長 上個星期去了澳洲墨爾本和雪梨 招商引資 嘩他厲害了 又出訪了 因為重任就放在他身上 不知找誰去了 行政長官又被西方制裁 政務司又被西方制裁 就唯有他去吧 政務司陳國基去哈爾濱訪問 哈哈哈哈 他就說 和黑龍江省的港澳辦主任 吳文革會面 你看他的名字都厲害 吳文革 即是文化大革命的文革 出席2024年中國產業轉移發展對接活動 歡迎晚宴 就說向當地企業 介紹香港最新發展形勢和獨特優勢 鼓勵他們來香港做生意 你想想黑龍江省本身 營商的環境和商業的發展 都遠遠落後於全國的平均水準 你還說他自己都未顧得到 在黑龍江 走來香港發展 有什麼發展機遇可以給他 有什麼發展 我不知道 我就聽到一頭沒水 他這樣說 然後他又說 哈爾濱就是網紅城市 當地政府吸引旅客的方式 值得特區政府參考和借鑑 又何謂網紅城市呢 我都不明白 他怎樣 捧了很多網紅出來嗎 還是有很多網紅去打卡 喂 你本身 應該是作為一個國際旅遊城市的自信 你經常標榜自己國際什麼中心 你走去哈爾濱那裏取經嗎 不是吧 那個城市一向都差過你很多 他有什麼經驗值得你借鑑 所謂無有不如幾者 你走去一個差過你那個地方 無線走去亞視那裏借鑑 死不死 唉 他去了黑龍江招商引資 叫人來香港做生意 陳茂波是對版一點的 走去澳洲 但是他去而已 人家肯不肯聽他說呢 就另一回事 陳茂波跟澳洲儲備銀行行長會面了 雙方就著當前環球和區域經濟 金融市場的情況 相關金融監管議題交換了意見 陳茂波介紹香港在金融監管和發展方面的工作 並且期待 和澳洲儲備銀行保持交流 推動更多的跨境合作 陳茂波又和澳洲金融科技業界組織 Fintech Australia 以及十間在當地從事金融科技的企業代表會面 那些代表都說 有興趣去香港設立據點和發展業務 值得喝茶吧 哈哈哈哈 有興趣 有興趣給你做 我也有興趣明天中路合彩 明天沒有路合彩開 星期一 有興趣 明早有興趣喝茶 有興趣 因為這些是金融監管的事 聽了都別相信 我也想問沙特亞美何時來香港 陳茂波介紹香港在推動金融科技策略 包括持續推進科技金融基建 資助金融科技的創新試驗 後來陳茂波到訪了當地一家生物科技企業 介紹了香港發展成為醫療創新樞紐的政策方向案 他鼓勵這家企業要來香港設立據點 充分利用香港科研優勢拓展大灣區內地 以至亞洲市場 並且積極考慮在香港上市 透過香港的酬庸支平台壯大業務 這家企業不知是甚麼名字 但現在也說要來香港上市 他到處去招攬 去沙特說去澳洲雪梨 之前說放寬大陸的企業來香港上市 指紋樓梯響 上市上市 上什麼才行 現在的業績越來越落後 這就證明了別人對你沒有上心 走來香港上市 你一尾走出去來搞 結果當然花了很多公帑 外郵、外房等 全部都要花錢 結果是得到甚麼回來 這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